你觉得点尾出什么样的装备 才可以在0.5秒之内 把鲁班旗号送上飞机 A 红刀加上无尽战刃 B 黄刀加上宗师之力 C 肉刀加上反刺伤脚 D 留给你们自己填 而我今天要讲的装备 就是可以在0.5秒之内 让对面的脆皮们领盒饭的装备 装装和谬文我们一起留在视频最后 接下来废话不多说 我们一起来观看实战 四个钟来到下路之远 看见终于一个大招 D 把圈伏一个普通空机 送他坐飞机 接着我们又看见了纳可鲁 拉开视野 让他们以为我走了 但是我又回来了 给他一个很意外 接着萌萌砍他 他的技能应该都浪费在野怪上面了 顺利拿下 后面大条来到 我们拉开一段距离 引出对面的射手 随后回头 踩地反圈伏 大招瞄准百里守约 圈伏一个普通空机拿下 怎么样 我的这套竹装和名文 在前期的伤害高不高 暴击率也高 接着我们继续往下看 五分钟来到敌人的上路 此时对面已经微微缩缩 但是我一拐弯 就看见了周瑜 踩地板 圈伏 骨头攻击 他吹我 我再来个圈伏 横扫千军 我们的伤害还没有真正的起来 但是此时收拾脆皮已经足够了 看见露露 回头 大招 踩地板 极限减速 圈伏 骨头攻击 塔内枪杀 大桥赶到 踩地板 减速 圈伏 骨头攻击 拿下三连决胜 此时无尽 战刃已经出来 伤害应该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 我又看见了射手 直接上去 完了 开启加速 果然在野区 我又碰见了纳可露露 五分钟也在这 直接大招砍他 砍错人了 没有关系 圈伏 纳可露露 褲头攻击 一百五十斤 夏侯顿来了 踩地板 他大招想跑 那我们就先把大桥留下 接着夏侯顿 他还敢回头 他怎么敢的 原来他有控制技能 但是没有关系 月塔 褲头攻击 让他化成二百斤 并领了盒饭 终于 看我怎么把他拿下 不就是防御塔吗 我想越就越 开启一技能 哎 算了吧 防御塔可疼可疼了 但是这套猪装 一旦到达了后期 月塔强杀 那都不是个事 0.5秒 拿下终于 安然的出塔 损失两格血 给不给力 大半血的马可露露 一个大刀追上他 踩地把一个圈斧 照样把他秒了 这伤害 摸得天哪 真的很高 到后期 基本上可以说 这个伤害 无人能够 就算打对面的 大肉堆 一斧子 他三分之一的血量 也就没了 终于 终于还是月塔 踩地板 顺利的又让他 坐上了飞机 多角落 我不会死 结束之战 怎么能少得了我呢 直接飞奔到对面的高地 此时我已经神装 看夏侯盾 在我的手上 能撑过三死的大桥 两脱子带一个踩地板 接着就是对面的射手了 他还在那里瞄啊瞄 踩地板 顺杀 0.5秒之内 200金币 送他坐飞机 这套出装张害真天不得高 当然这套出装 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容错力会比正常出装 低 建议高手使用 好了 下面公布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